阿貴的檢查真的農藥嘛 對不對 對阿 就那阿 所以我媽媽告訴你 我有跟你們說 對阿 有那個 症狀 症狀瞳孔嘛 阿是有這個 他說在廚餘 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 對對對 他還沒有等到 但是他說在廚餘 但是那個 阿貴自己吃完後拿到沒辦法 對對對 咦 怎麼這麼神奇 是這樣的問題 人跟狗的差異 阿狗 嚇拚到就摸一下了 是啊 怎麼可能 有機磷 其實我們在當初 有三個人過世的時候 我們一般過世要看這個人沒有死 都是先看瞳孔嘛 因為瞳孔放大這死掉了嘛 阿他怎麼沒注意到 因為這磷中毒的齁 他瞳孔會變成針鑽瞳孔 我們就知道是零 零的東西的中毒 跟海老鷹一樣嘛 會產生針鑽瞳孔 這兩個 奇怪 怎麼沒注意到最不通 阿還有齁 這個偷福松 你們說是磁名字的時 最近 看到有人 補算這幾年裡面 有人去偷福松去補算 在做附近 他去採集那些事業來吃 就有可能中毒啦 阿看 萬一 政府裡面中毒的劑量 如果是很高 那有可能有人故意下毒的 如果很低 就表示意外的問題阿 阿因為如果是下毒的話 要有動機嘛 所以這個就是要找 勤採醜的問題阿 那邊傳來的消息是說齁 那個劉富他自己使用之後 還拿來餵狗 那種卻沒有 所以表示這個量很低阿 因為郭主廚的膏 你讓我們來譬如我們吃一條 膏比較小一點 他也吃一條 他也是這個作用而已 所以意思是說 你承認1g 讓大人吃 到一隻膏吃的量 可能膏比較不會中毒 所以有可能真的 量不多啦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意外的可能性 真的很高 如果是這樣來推測 意外的還是 對 意外 意外 有沒有可能是加工的 加工的話 那個狗可能也要死了 因為量很多嘛 所以這個狗也會死 阿因為量沒多 所以人 比較沒有代謝 狗子說得比較好 那個量他不會死 我們人會死 因為在鄉下嘛 所以賣出的這些東西是有限的 阿托胡松 因為既然認定是托胡松 那賣了托胡松的有幾家 有賣這個東西 阿誰買 最近誰買 阿放在哪個地方 阿用多少錢就知道了 就找到了 阿是不是故意 還是不小心阿 誰知道阿 我就說喔 他的 你如果蝸牛 他吃的他也死了 所以他不可能 哇 你也不會給蝸牛來吃 你看那人給我來吃 不可以好吃 我感覺 所以他如果不是蝸牛 阿 蝸子 家屬是說 不可能有人對樹葉噴 噴灑 噴灑 他是滅草的吧 他是 對 他是除草劑 所以他就是對蝸牛比較大的 不會怎麼樣 但是蝸牛比較大 他也會吸收 是好像他不會冷 蝸牛比較小 吃了冷氣 吃了冷氣 所以才叫做除草劑 就想來嘛 所以有可能在除草的過程中 從不小心去感染到他們 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 有可能 因為你如果看這個地方 他蝸牛沒有死人死 真的有可能是意外 就是說 涼不多啦 阿 還有 蝸牛沒有吃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這個草 這個吃的這個食物裡面 比較多脫糊松的 剛才叫做這個蝸牛吃掉 比較沒有的地方 剛才叫這隻蝸牛吃掉 我認為是動機先找 跟脫糊松的來源 他到底沾染到哪個食物上面 因為他在廚裡才有找到 在蝸牛跟蝸牛都沒有找到 所以一定是蝸牛的 去感染到 所以去找一下好不好 他說那個葉子 包那個阿伯 對 我知道 阿伯 那個葉子是他們親吃的 好生在樹上摘下來的 然後那個蝸牛 是另外一個死者的兒子 去採集來 是啊 阿所以是在同一個田地 採集的 對啦 阿所以就覺得說 有可能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有機靈去感染 但是對於這個 本身蝸牛 那個是沒有 影響比較不大 對對對 蝸牛沒去吃到那個蜜就對了 沒去吃到那個 有脫糊松的那個 那個葉子阿 阿是樹木阿 阿人拿去採集來 他包 是不是 我有時候覺得這個可能會太大 因為葉子吸收力 他貼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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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個筋 他貼在那裡 你注意他怎麼釋放出來 要移動嘛 所以可能少量 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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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聞到 不要咧 他怎麼沒有貼在那裡 我想說很奇怪 他量要多大 也不要咧 他有一個特殊的那種 臭臭味 我以前有聞過 我們以前就有一個故事 不是故事真的阿 有一個醫生他感冒了 我們去驗一個農藥重土的 那個大體 他聞不到他就一直聞 聞了一半就混搭了 吸收過之後他也蒸花 也會重土 所以這人很強 他們聽說 他們台中的住民 他們包的外面那一層 是沒吃 他們裡面還會包一張蝦子 那是有吃 那蝦子是不是那個蝦子 有農藥 他裡面那個蝦子 如果那個葉子本身的農藥 他不會因為高溫而 不會不會 他反而釋放出來 反而會 對 把它釋放出來 反而變重土 就是你煮出來 他把它釋放出來 然後它是藤在那個蝦子裡面 所以說 這應該是 異花可能是比較大 對 你說那隻高溫不死 你就知道說可能異花 標準他下的 毒物裡面是不經營的 高溫那邊比較少 這人吃比較多 所以不經營 你如果要下毒 你會很經營 人很多 所以比較有性 比較像殺人 這境界比較不像 對 所以有可能是不是 真的是噴灑下面 然後上面有一點吸收上去 亮不多 你就煮了 蒸花也可能 有一點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 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 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編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右手後 閒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現在的 approve 感谢观看